好,那我也從這邊開始來示範一次 像那個布料 在這邊 OK,這個布料這邊 把它呢 靜邊景模式這邊選一下 好,然後按Ctrl-G 去,可以這樣 按Ctrl-G 去Assign In For New Group 這樣會多了一個點點去 那這個點點群呢 你可以在這個Play裡面看到 這邊有Vertex Blue Vertex Blue 這個點點群 好,那這個點點群 我們剛剛的這一個 這一個物理系統裡面的布料呢 這裡有個皮米 就把它選起來,固定 那這下可能太太遠 所以會 會打不到 我就在這邊讓它打到一下 其實打不到也沒關係啦 那就算了 好 就這樣 然後呢,我們 在Archirmware就可以拖了 咦 沒有 好 唉唷 好,在這裡 好,OK 可以成功到這樣 那當然如果我把這個 方塊給弄低了 它就不會卡住不一樣 所以如果把 方塊給弄低 把方塊離走 那看它會怎麼樣 OK,這部就整個垂下來 對 但是因為上面有一個釘柱 所以 那就整個垂下來 OK OK 那這裡有一點 負的感覺 OK 如果需要做窗簾之類的 就可以用這種東西來做 OK,那這裡有領域的感覺 OK,那這裡有領域的感覺